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特别适合小姐姐开的纯电新能源车 它就是奇瑞小蚂蚁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甜美的外观造型 是不是让你看一眼就会爱上它呢 那么3米2的车身让它穿行于城市当中 总会找到属于它的停车位 值得一提的是 奇瑞小蚂蚁采用的是全旅车身 而且呢它的供用商是跟捷宝路虎同一家的 虽然说造车的成本增加了 但是它的车身重量却下降了 也就是说对于它的续航里程是非常有益的 有人会说了这个怎么去算呢 我这么跟你说吧 有数据显示呢 如果说车身自重降下10% 那么它的续航就可以提升5% 如果说一款车它的续航是500公里的话 那采用全旅车身 它的续航就可以提高大约25公里 这个远比要对电池强太多了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啊 你说那些高端的山地车啊 动不动也是几万块钱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无非买到一个车架 对不对 而这个奇瑞小蚂蚁呢 它既可以挡风还可以避雨 对吧 甚至说它载物载人都可以 你说你花7万元 你为什么不买个车呢 对吧 要啥自行车 来吧 内饰看一下 内饰风格呢 其实也是非常吸引小姐姐们的 是不是 那并且呢 在用料方面 奇瑞也是不惜成本 内饰的用料呢 都是采用了这种生态应用而及抗菌材料 其中呢 也包含了德国来源认证 坐椅面料在内的82种生态内饰材料啊 也就是说你开回去呢 也不需要担心什么甲醛呀之类的 而且呢 你会发现啊 全系的奇瑞小蚂蚁呢 那么它都给你配备了多功能放盘 但这个多功能放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 或者说特别独特一点呢 就是它的右侧区域啊 它竟然集成的是空调的功能 看一下啊 你看这打开了啊 十分的方便 你这个升温啊 降温啊 包括说开关啊 等等的都可以去体现 所以说这一点啊 我觉得是非常的体贴的啊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这种一体化的座椅呢 其实更像是那种电竞油屑那种座椅啊 坐上去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目前呢 奇瑞小蚂蚁一共分为两种续航 分别是301公里 跟408公里 它的这个续航啊 其实是比较实在的啊 不存在虚标情况 所以说用户在开这款车的时候 他就可以知道自己还剩下续航多少 不用担心这个车把你给扔路上 对不对 目前呢 奇瑞小蚂蚁售价为7339到9.4万元 那说实话啊 价格不高 但是人家颜值高啊 配置也丰富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女孩子 就喜欢拥有自己的一个大玩具的话 那么我觉得奇瑞小蚂蚁真的适合你